去到第四節 不如讓KO感受一下,講解一下你 被我踢了入會 KO哪年加入的? 我都忘記了 2012年 八年了 成家垃圾,最成功是你 你現在是... 今年是幾不同的 因為過往我們做節目就坐在一起做 今年就變成Zoom這樣做 始終感覺都不是不同了 幸好我們都有每個月的直播 但是遲些可能Eddie又會有些不在香港的時間 所以可能直播的機會都會少一些 其實真的很難得 就像Eddie這樣說 不是這麼多事情可以做這麼多年 還要是每個星期都做 這樣也是很難得的 當然 不敢說自己有什麼真資場見 但是 如果可以 聽眾人數可以繼續上 能夠更多人支持 可以 成為一個 sustainable 的頻道的話 當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都要繼續努力 我還未結帳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有新的家庭崗位 真的辛苦了 還有工作也辛苦 所以理解 但是盡力吧 沒有太多問題 大家都很支持大家 那麼 雷總就是我們三位的年紀 我加K.O.乘三 就大約你的歲數 哈哈哈哈 這麼厲害 哈哈哈哈 現在都是長命百二歲 你剛才計算的成快 已經挨近二百歲了 哈哈哈哈 都從雷總身上 合了很多東西 就是 擦你鞋 我們有時候做環節 我就偏向張勤寶絕 都要做多一點點功課 看多一些東西 K.O.其實平時都一定看了很多海量的 一些外國的新聞 還有 他對能源消息 和零售都很熟悉 但是雷總 每次我們有時候 做一些節目 不夠料的時候 然後 雷總每次開播的時候都說 哎呀!我今晚禮拜 沒什麼準備 一吹就吹了 兩三次 雷總夠了 好好好 雷總夠了 好好好 然後 又吹了 哎呀 我們要準備很久 所以才能說到那些題目 雷總都可以回答到嘴 是啊! 你知道嗎? 譬如我昨晚那條片 我講SPAC 雖然大家都講過 但是我也要看很多新聞 然後理解一下 或者用什麼簡單的方式去講 雖然未去到寫稿 那麼誇張 但是 當然我也有點鋪排 但是雷總是 一個Wikipedia 大佬一講 按鍵就去 真的是 哎呀! 薑越老越辣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現在冬天吃老薑好 哈哈 最壞的是 在早茶那裡 沒有一些 紫薑 沒有一些豬腳薑 但是 雷總都從雷總身上 都學了很多東西 就是不同的一些 尤其是比較舊一點的經濟議題 有時候 或者舊一點的新聞 有時候未必知道發生了什麼 但是 從你說一下之後 然後 又聽了兩三次 都不小心記得了 跟著就跟別人吹關的時候 人家都以為 咦? Eddie你也會拆東西 然後我心想 哈哈哈哈 我回到雷總所說的 哈哈哈哈 真是 真是誇張 真是誇張 兩拍檔其實真的很勤力 也很勤力 也很勤力 我想 大家相處這麼久來講 其實都是 在我角度來說 都是有個心的 這樣才可以做到 老實講 講有心的話 我覺得 K.O.是一個很好的先生 這個年輕人 還記得 雖然我真的不記得 你什麼時候加入我們 不過你說一、二年 那我就說 take your words 我還記得 你那時候還沒結婚 到後來 有一次 就說 哎呀 我想帶我女朋友 來節目 去旁聽一下 我還記得 Maggie 第一次加入我們 在角落休息的時候 小房間 然後 過了一段時間 派紅色炸彈 我還記得 我還去禮堂 聽你們的婚禮 對 對 到現在來說 哎 就做爸爸了 哈哈 還要陪我女兒去面試 考試 真是慘 現在做父母 現在做父母 簡直是等於打多一份工作 真是不容易 我們那時代 就比較容易 天生天養 叫做 各個考試 或者任何後 壓力不太大 但是 現在真是 其實 嚇死了父母 多過小朋友 那 再爆一點 那 當然 那時可能 K.O.的太太 或者那時的女朋友 都要看一看 究竟 這個阿叔 雷草是甚麼人 這個Eddie 這個死小子 究竟 不要破壞了外國老公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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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陣子 我們又是轉台 你記得一個頻道 由之前 香港入網 到那時新的迷迷 中間又有個隙間 現在當然科技先進了很多 可以用Zoom 還有 每部電腦都叫做有鏡頭 每部手機都叫做有鏡頭 基本上可以做了節目 那時候 那個隙間就是 香港人網 和迷迷中間 做了節目 如果一些老一點的 或者年資深一點的 一個網友 都知道 我和K.O.就想 雷總在北角的豪宅 那裏 去做了節目 那時還是用鏡頭去做 還有 又打擾雷太做 那時也是覺得 那時都捱到了 又不是說捱 不過 都保持得到 沒有斷過 其實都真的 都很好 我每年都有標準 每個年代我做了多少集 那 那 我今年 都算是最多 你想想 一年就50 我一年 一年52週 今年做了 踩到50週 但我未請過假 所以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其實中間是 再說一點點 那 中間當然有想過 放棄 還是怎樣 大家都有這麼多 還有新的家庭崗位 或者工作上的要求又高了 又要求多了很多 那究竟做不做呢 但是 最後的決策也是想做 雖然不是說有什麼 錢的報酬 但是 那個意思 還有 迫到思維 還有大家 那麼多年的感情 都很好 所以 都想保持 所以 都是那句 尤其是現在社會的情況 這樣 有可能是去 外國生活 或者做事的打算的時候 再重複回來的感覺 所以 今年 為什麼要黏起 這麼多關於節目的事情 就是這樣 覺得 心是很複雜 希望 複雜還是複雜 但是都要面對 希望大家都可以 不知做了多久 但是 大家都盼著心 如果還有能力做的話 就繼續做好一點 都是這樣的心態 說得差不多了 如果不然又做了 哈哈哈哈 你又 又坤多指 你不是啊 哈哈 沒有時間了 訂閱了 真的 我怕 我怕YouTube自己黃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這傢伙什麼 那麼 講講 Ensic Classes 這麼多個 今年的大約 大朗 就是 就算不用看圖 我想大部分 除了VIX指數 調轉來搞 其實大部分 Ensic Classes 都是 年頭都還叫做 因為 去年年尾 但是 來今年 都覺得 還是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 去到疫情 那時候 究竟是 地區性的爆發 還是 一個全球性 而全球性 得來 是不是好像 幾十年前的 西班牙流感 那麼誇張的 擴散 最後答案是 很不幸地 所以 環球市場 那時候 1、2月 亞洲地區 尤其是中國 香港 或者大中華地區 就跌得比較多 那時候 歐美 純粹有些零星的個案 就沒有說是一個pandemic 但是 去到3、4月 那時候 整個市場就跌了 那麼 央行有舊市 但是 那時候大家都問 咦 很多 看回這麼多年前 央行一定是救得到的 但是 如果救不到 這次 會怎樣呢? 還有什麼方法呢? 財政政策 都走了那麼多 那財政政策又是怎樣呢? 那時候又說 就算你印錢 你說海嘯的時候 因為是一個financial problem 你都可以用financial tools 去解決 但是疫情 大哥 你不是印錢 就可以解決到 就可以治病了 這個是又有些道理 曾經有幾晚 就是越舊市 反而市場跌得越急 還有 巴菲特 也有一個資深的投資人 他都說 哇!我從來沒見過 熔斷這麼多次 這句話我是很印象深刻 所以 都滾了下去很多 但是 雖然滾得很厲害 很急 再加上一些不同的event 油價的跌了下去 然後北極熊 以及在中東的關於石油的談判斷裂 所以 導致油價大跌 又衍生了一些高利益 尤其是在美國方面 液含氣 Energy related的 一些 bonds 又跌了下去 那些高利益 跌的話 香港的高利益 又跌 然後 整個 繼續 雪球外應 繼續滾下去 由 一些差的資產 跌了 然後 例如 股票的話 Apple又跌了 金又大跌了 是相當誇張 以為是死了 混蛋了 不知道有什麼藥可救 但 反而 之後的反彈力度 是相當厲害 大部分 尤其是歐美指數的話 歐洲 歐洲 未必 但美國 基本上都反彈得到 上年頭的高位 所以 整個今年的市場 簡直是 好像過了一個過山車 中間 如果坐牢的話 一出來 沒什麼 今年這麼平淡 行指這麼差 跌了6% 但其實中間 發生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真是大開眼界 今年2020年 簡直是一個 就是 我想 五十年一遇 不知道是不是八年一遇 就是一個一年 很特別的市場發生 雷總 你是否有些圖 可以分享一下 你覺得 今年的市場 是呀 其實 Alita 也說了今年的 高波動性 但是 日子上 後面 就有一點 不是很 正確的 因為 其實 如果 回顧疫情 其實 一月尾才開始 慢慢出現 消息 在武漢 開始爆出 所以 一月份 環球股市 整體上 都仍然是向上升的 因為去年年尾 中美 就達成了第一階段 貿易協議 所以 大家的 情緒 比較 正面 大家都覺得 談好數 今年應該情況 會好些 所以一月 其實 趨勢仍然維持著 去年年尾 上升趨勢 但是 即使武漢在爆出 港股仍然站在28,000 樓上 是啊 所以二月 那時候 就算香港 因為中國開始爆出 然後香港影響 但是 那時候 美股仍然是 繼續 站得硬的 當時特朗普 還在那邊 東亞病夫 不關我們事 但沒多久 就燒到美國那邊 所以 如果真的跌的話 其實二、三月 那時候就跌了 三月那時候 當然 加上油價 談不上數 這個 沙特阿伯和俄羅斯 所以 油價之後 就拉下來 然後 去到四月 就開始 已經整體反彈了 所以 我簡單來說 因為 我自己也是做強積金 因為最近來說 有些媒體 都找我 review一下 回顧一下 今年的事 然後展望明年 所以 剛才那個 Chronical Order 其實都背得很熟 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而且 今年來說 當然 如果我們看 一些種種不同指數 來講的話 好像應該是不差的 因為 就算是強積金那邊 來講的話 職金局 其實都說 今年來講的話 應該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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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 打工仔 NPF的戶口 應該 都可以有 雙位數字的 一個進帳 當然 這個是Average 其實就只是以 那個 就是強積金的 總值 由現在去到 年底的時候 做一個數字比較 但問題就是 我自己的 接觸到 其實也有不少 的 投資者 是錯失了 今年的 一個股市反彈 因為 去到 近期 我仍然 見到 接觸不少的 所謂成員 還在說 哎呀 今年 去到 三月 四月 拍攝了 他的 Money Market Fund 接著 就一直坐到 現在 哇! 真是大劑 大家想想 他在福底 拿著 Money Market Fund 過去這半年的 升風 完全是 跟他無關 你想想 都幾大劑 老實說 我想 其實我準備了 主要跟大家 看看 就是四個主要的 資產類別 包括就是股市 接著就是 債券市場 接著就是 商品 即 commodities 和 currency 我們看看 今次我們 這麼久時間 go through 這麼多的 slides 第一張 這張slides 其實很簡單 就是 capture 幾個 不同的主要地區 一些個別的主要指數 今年來說 因為這些表 我是今天中午的時候 就capture 所以當然 當時歐洲還沒有開市 亞洲各別市場還沒有收市 但是 我想 就是close enough 剛才 Edith也說 今年 美股來說 其實 兩例 三大 美股指標 都是綠色的 NASDA 就升超過四成 那麼 歐洲來說 其實就 不是那麼帥 因為你看到歐洲來說 其實都仍然有不少 紅色的 甚至雙位數字的紅色 比如說英國 西班牙 西班牙 也有 亞洲地區 其實就兩極化發展 亞洲地區 我們之前都說過 北亞地區做得好 北亞就是 台灣 南韓 中國A股 日本 這幾個 就因為 他們的經濟 在科技的含量 比較高 今年來說 絕對是 利好科技 所以 剛才所說的 那幾個地方 一些科網 科網的公司 大受追捧 所以做得好些 但是 南亞的市場 整體來說 其實也不太英俊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snapshot 就是年頭到最近 正如剛才 Alice 所說 其實 如果你說中間的過程 來說 真的是驚心動拍 這就給大家看看 到底有多驚心動拍 這個圖 其實就由年頭到 今天中午的時候 主要看幾個不同地區的市場指數 包括美國的S&P 跟著就是一個 泛歐洲的指數 跟著就是一個 日本的指數 就是只看日本 另外一個就是 亞洲 日本除外 還有一個就是 新英市指數 其實剛才所說 其實如果你看這幾個圖 一二月的時候 其實一月份 仍然整體都是向上的 一月份的時候 去到二月份的時候 就開始了 因為就是 就是 那個 疫情 就開始在武漢那裡 就開始爆出來 跟著就 很快的趨勢 亞洲地區就 跟著相繼中多 唯獨是 美國的時候 你看到 美國S&P 就仍然是維持一個上升的趨勢 其他地方的指數 就已經是先 先動了 太快 跟著 一路下跌 其實呢 去到三月 最惡劣的時候 其實當時 年到日 來講 很多市場指數 都跌了三四成 都短短 你想想 由年頭到三月 就是三個月都未夠 一個季度不夠 已經跌了三四成 都真是驚心不動 跟著 當然 史無前例地 主要的國家的政府 就大幅地 用這個財政刺激方案 大幅派錢 各國央行 也是 隨即地出手 利率減至 市無前例最低 以及大量透過資產的購買 壓低市場利率 於是 觸發了一個 V型的反彈 而這個V型反彈 越升越有 所以 到了 今天中午 都挺有趣的 因為 當然 美股也是其中之 一個升得比較厲害 但其實 有趣的是 亞洲地區 X日本 竟然 今年來說 到了今天中午 是跑贏了 這個美股 當然也受惠到 中國 台灣 的比例 Semiconductor Eddie 過去講了很多 一會兒 有個圖給大家看看 Semiconductor 其實 情況 絕對是兩例的 但是 剛才那個就是 由年頭到今天 中午的情況 但是 如果你看回 由年中開始 其實 年中開始 反而見到 亞洲地區 和西星市場 那個表現 是明顯地跑了出來 因為由年中開始 其實 新興市場 和亞洲地區 都升了兩成多 剛才所說 有些 香港投資者 在四月 就是最低位的時候 就拍攝了在 Money Market 持有了Cash 你想想 過去這半年 其實 升了這麼多 他們是 對他們完全是 一個先賺不到 其實也挺慘 所以 今年來說 雖然 不少地方 都 彈了 但是 仍然有投資者 其實今年是虧了 因為他 在低位的時候 就鎖定了 虧了那個部分 其實 都是 比較 就是 雷總 我們這節時間差不多 不如下節 先讓你們說 下一個直播 好 OK 我們先 我們先別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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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別忘了